潛水教練帶著女朋友悠遊在海底 墾丁潛水超熱門 這名教練卻出意外 男教練躺在床上 雙腿按壓 毫無感覺幾乎癱瘓 控訴醫院延誤治療 明明有這種高壓癢倉卻毫無作用 我已經拖超過12小時 急診室真的有點太誇張 10月22號早上9點 男教練夜遣上岸後腳麻送醫 但恆春季度教醫院的高壓癢 醫生不在無法治療 雙腳麻到沒有知覺 隔天早上7點才說 醫生下午才會來 急轉高雄榮總 兩個小時後榮總又說 機器再維修 再轉到國軍左營總院 已經延誤超過12小時 導致下半身癱瘓 慢慢做看能恢復到什麼情況 就恢復到什麼情況 他一副剛才跟我做保證 情況不是那麼嚴重的話 每情況四到六小時 就趕快接受這個高壓癢的治療 男教練是潛水敷病 需要高壓癢治療 質疑醫院疏失 錯過黃金救援時間 也點出醫院人力問題 夜間沒有高壓癢醫生 要等到隔天下午 空有高級機器 卻無人操作 形同虛設 醫院有提供這樣高壓癢的服務 但是因為醫師人力 現在目前只能隔週來 恆春墾丁遊客眾多 卻被歸類為偏鄉 潛水遊客根本沒保障 是否因此導致潛水教練癱瘓 還有帶雙方協調找出真相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導 你把地圖還走的啦 你先放在公路 你先 走在路上跟員警發生爭執 夏淼立刻走等階壓制 女子驚嚇直呼 警察要殺人 我就好像覺得他要殺人一樣 我就說救命啊救命啊 警察欺負老百姓啊 那忽然間他就把我過肩摔了 恐怖夢魘 至今餘悸有存 女子被壓到渾身傷 不但血腫 甚至還嚇到失禁 好像追捕什麼重大藥犯一樣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我真的沒想到會不會這樣處理 我那時候全身都尿濕了 我一生受到的屈辱 都沒有這一天來得多 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慘遭遠景壓制 徐小姐怒控警方野蠻 不過警方公佈畫面 還原一號晚間九點多 許姓女子趕著去白貨公司取貨 竟然連闖兩個紅燈 你不行我在趕時間啦 不行 你停一下啦 沒發現自己看成汽車後製 女子在警察面前闖燈 攔茶不停 她一路走背一路追 停下來 你現在忙給我停下來 你幹嘛 你現在忙給我停下來 你應該已經死點 我跟你講 你剛剛已經違規了 我叫你停下來 你就要給我停下來 女子自稱 趕去拿好不容易買到的 八個金魚腕 卻違規闖燈 又沒帶證件 身份證字號也不記得 不配合盤查 引起遠景起疑 甚至動用強制力 當時我們同仁一手拿無線電 另外一手 將巡女壓制在地上 所以並沒有過肩摔的狀況 許姓女子事後對遠景 提出妄害自由及傷害夠速 警方也依法把遠景喊送 只是原本闖紅燈兩次 只要繳一千元罰環 卻一眼變成壓制 失禁頭血腫 為了八個萬代價實在 太慘痛 接著楊啟浩 黃玉蘭 什麼事報道 就說要我看經理會打 電話給我說要確認她 一名女子抱著膝蓋 坐在操上地上 抱頭痛哭 丁元給她抱抱 安慰她 她卻越哭越起勁 就認識了很久 然後她今天就 問我然後 我要出來看電影 居然是遇到情感詐騙 兩人在交友軟體認識 要約出來見面 男生突然傳訊息 說自己是酒店少爺 要女生用三千元 以買點數的方式 繳納請假用的保證金 女生驚覺被詐騙拒絕 卻反被威脅 收到簡訊說 是竹聯邦的成員 要對你還有你家人不客氣 小心我們有派人監視你 女生被嚇哭 躲進超傷痛哭 你評估一下心情 我給你掛保證 她絕對不會出現 一樣那兩個人 對啊 都長得一模一樣 說什麼黑幫黑道什麼的 事發在高雄三明區 女子嚇得直發抖 躲在牆邊害怕唾棄 不敢回家 怕連累家人 遠景邊安慰邊掛保證 才讓女子知道 這是詐騙不免怕 就認識比較很久 然後他今天就 錯了然後我要出來 看對女生 網路交友騙感情 還差點騙錢 卻反被黑道威脅 讓小女生嚇到狂哭 幸好只是虛驚一場 記者金線中郭怡貞 高雄報導 有人在家裡吃餅乾 竟然昏倒 警方上面查 到底吃了什麼 一名成姓女子自稱 因長期減肥認為食用 含有大麻成分的餅乾 有減肥療效 沒想到還沒減肥成功 仍舊住進醫院 他吃你的餅乾 吃到上醫院 你就有印象了吧 他沒有跟我講啊 這一罐是什麼 我聞到那個味道 是大麻糕 真心女子有烘焙的興趣 在製作餅乾的同時 夾進大麻糕 以每包三百元 透過通訊軟體販賣 另外台中一名阿嬤 被警方攔截搜索 不斷變稱警方找錯人 警方查毒趁運毒車 在國道休息站交易 警戒阿嬤近視要頭 警方也追了近百公里的車程 將犯嫌逮捕 國道跳蛙式犯毒 利用國道休息站的行車距離 躲避茶器 警方一路從泰安休息站 交易毒品 追捕到虎口休息站 國道奔驰百公里 逮到阿嬤要頭 記者韓志欣 黃山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總部工作對我來說 是疫苗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嘆弄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 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